可以啦 可以 过去啦 可以啦 可以啦 你干嘛 可以啦 干什么 你干嘛 干嘛 没看到我们翻车过来的 我大喜的意思 你今天挑人公公妙容在这里 晃来晃去 你想要我一朝万年吗 那我都已经让开了 你可以过去了 直接过去就行了嘛 你看人家做农国不容易啊 你把人家的桶提下去 干嘛呢 是他 真的是 你应该看到我这婚人 应该要远远的让开 我没有让开吗 我已经让开了 在时候你都知道是春菇了 春菇挑个桶很正常的嘛 你是怎么样 危险啊 危险啊 新娘子不要那么暴躁脾气 我告诉你啊 我哪怕是要天上的星星 他们都会交给我 你倒好啊 赶紧跟我倒去 我还给你道歉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真的是 我是谁啊 我告诉你啊 我在家里啊 想要什么就能要什么啊 我身份比你高贵多了 再说 我有钱有事我怕你啊 你有钱有事了不起啊 那是在你家 现在是在外面 我已经等得起什么了 你就能起了啊 你再图一个事一样 我就会图一个事一样 真的是有三个天的你啊 你看到这么好的豪船吗 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新娘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结婚啊 你就让我这么不愉快啊 你按了什么心啊 美女对不起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道歉 不给我道歉 你不用过歉了 你婚都不用结了 我没听着啊 你叫我道歉啊 在我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道歉过两个字 你跟我道歉还差不多 今天就让你看看 真的是你的字典里面 有没有道歉这两个字 你不道歉你就不过去了 有没有道歉 有没有道歉 我帮你拿那个桶 拿什么拿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今天结婚了 拿了这个尿桶 尽不吉利了啊 你给我坐着 真的是啊 给我道歉 把我桶捡起来 不然你就不用过去 我跟你道歉 哎呀 你干什么 老婆 哎呀 哎呀 你真的是反了天了 你做个新娘子娘那么凶啊 哎呀 新娘话 劝劝你老婆吧 劝一下 劝什么天啊 你这种娶的什么老婆啊 你看看 要一点像女人的样子呢 哎呀 人家跟说了 娶妻不嫌毁三败 你看你 娶的这种人回去啊 真的是 老婆 你看人家道歉啊 道什么歉啊 你给我住嘴 我告诉你啊 你无非是重逢啊 来 给这几百块钱你 就当赔你的钱 谁啊 你这几百块钱啊 我缺这几百块钱吗 我现在缺的是尊严 哎呀 尊严啊 在你们重元眼里还有尊严啊 你要不要脸啊 好 既然你不要的话 我告诉你 我叫我表哥出来 我表哥啊 这个村的村长啊 他啊 很屌的跟你讲啊 对啊 如果我叫他出来啊 分分钟要把你摇到上面去 我叫他要看看到底是谁 真的是 还那么嚣张啊 结婚的那么嚣张 喂 表哥 今天我结婚了 我找到你们穿那个鱼装那里 被一个窗户拦在那里了 他还帮我打了 你快点出来帮我处理啊 快点快点啊 哎 表哥 好恶心啊 好恶心啊 哎呦 你这个打 别打 别打 喂喂 喂 喂 哎呀 你干嘛 带我表妹啊你 原来是你表妹啊 你干带我表妹 叫死了 哎哎哎哎哎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啊 真的是 今天有男人就讲道理的 你打我表妹干什么 你就是这样讲道理的 你事情都没有问清楚 你就这样子讲道理 那我远远就看到你打我表妹了 其实刚刚是这个新娘子 啊 狐狸群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表妹做的事 真的是 他打喇叭我就马上让到旁边去了 他还要下车把我的桶丢下去 哎呀 老妹啊 真的是你丢下去了啊 是他挡到我的路啊 所以你就把他丢下去 但是你也看到了 刚刚他打我还把我推倒呢 怎么说那也是你的不对啊 人家听我懂 怪你屁事啊 我哪里不对啊 就关我事啊 我今天结婚我就看不到尿桶 哎呀 人家挑他走 你走你的路 你捡你的婚 互不相干呢 你怎么能够这样无理取闹呢 反正我又看到他 不顺眼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哎呀 都怪姑妈从小惯着你 真的是惯成你这种坏脾气 你现在都是有家事的人了 马上要成家了 还这样啊 太过分了 人家会说你呢 村里面的那些老人啊 会会会 哎呀 谴责你的 谴责什么 我有钱有事 我怕什么 再说 我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啦 你看你看 就冲着自己有两个臭钱 一直在那里嚣张 哎呀 算了 算了 别吵那么多了 跟人家陪你道个歉就行了 我没有错 我错在哪里啊 再说 道歉也是大家跟我道歉啊 哎呀 怎么人家跟你道歉 我一个司机 是吧 我都看不惯你这种做法 哎呀 我帮人家开车开了这么久 没见过哪个信仰子上你这样的 哎呀 这么无力群啊 听到没有 人家一个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老婆 道歉了 道什么道啊 你是我老公啊 你要帮着我啊 真的是 你现在见着外人了是不是啊 你还是我老公啊 当个你助纣为虐啊 说什么话呢啊 我有钱 我想干嘛 哎呀 村长你看到了啊 还说我打他 他 打我还差不多 你道歉不道歉 哎呀 你敢说我啊 你可是从来不敢跟我说那么大声的话 你今天想干嘛 你想造反不了啊 不是 你在外面那个小打小闹也算了啊 现在结婚啦 三十多岁30多了 还是这样子啊 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我已经够成熟了 成熟成熟 这样的时候 要两长久了 听我说 陪你倒过去 等下 你看 新郎都发火了 等下都跑了怎么办 难得找到一个 对你那么好的男人 我没有错 我拼什么要我道歉 我进不错 我进不错 还死心不敢 真的是 你没错啊 是我错行了吧 今天怪你自己结了 起来的 狂吹哭 都怪你 都怪你 我新郎都跑了 怪你都怪你自己 明明是你屋里群啊 你这种皱皮屑 有人要你都不错了 你还 那么嚣张 表哥 那现在怎么办啊 新郎新郎也跑了 追啊 怎么办 还没给我道歉呢 这种追 道什么歉啊 都怪你啊 都怪你把我新郎关去跑了 行行吧 你再这样的话 哪个男人愿意要你啊 改改你的臭脾气了 表哥 我真的错了吗 哎呀 这还用问吗 你看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赶紧向人家陪你道歉嘛 快点啊 快点啊 等下新郎都跑了远远的了 追着追不上了 对不起啊 这脾气 就这个态度 这叫抱歉嘛 态度好一点 美女对不起 我抓了 行行行 快点去追啊 哎呀 我给个红包你了 等我 看着你村长的份上 不跟你进家那么多 对不起美女 我真的吃错了 那个桶 哎呀 行行 快点去追啊 哎呀 小默啊 等一下 我再过来帮你弄好那个桶啊 哎 等等我啊 等等我 嘿 真的是 结婚搞成这样 对 好好的分事 你看 现在新娘跟新娘关都跑了 我们怎么办啊 是啊 我们两个就办 要不 我们帮她把桶拉起来吧 对 对 我帮你把桶捡起来吧 哎呀 算了 算了 你们也开车去追吧 我自己来弄得了 你们去吧 等一下 不了 你们及时也不好 那你们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开车吧 走走走 开车吧 妈妈 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你在这里等着 好像来来收养你吧 妈妈走了 妈妈没办法养你 不要哭啊 等下就然后 有好些人来救你啊 不要快妈妈 哎 门里门里门里 干嘛 干嘛你 哎 上来 上来 上来呀 你干什么 干嘛呢 你啊 哎呀 有什么事情 别想不开啊 妈妈 有什么委屈啊 你 妈妈 严重不了你啊 我可是妈妈 没有办法了 干嘛呢你啊 谁跟你帮我养 有孩子帮我 干嘛 干嘛 别这样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 哎呀 我跟前面 我跟前面 我跟前夫离婚了 回娘家 娘家又不接受我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哎呀 那也不能寻短见啊 哎呀 你看你那么 还那么年轻 哎 未来还长着呢 以后还日子的 还长着呢 谁在头 走投无论了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哎呀 别这样了 哎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为孩子想想啊 为你的父母想想啊 你的父母 把你生下来 把你养那么大 容易吗 哎 你就这样了 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再说了 你现在 你来这里 哎 请短见 你对得起孩子吗 那孩子怎么怎么办 有想过他吗 我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养活他 那刚刚你说什么 人家也不要你呀 人家都不要我了 他们说我当初不听话 非要叫那么远 太可怜了 因为我都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活了 你干嘛要救我呢 哎呀 不要想不开 要不这样了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房子大着呢 啊 有几间房子 你可以 我可以 可以给一间给你住 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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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收钱 是不是骗人呢 我骗你的 我不会骗你的 哎 我就是住在隔壁村 我今天我拉了一个客业 来你们村啊 你是这个村的吧 哎呀 不要这样了 都说了 你要为孩子想想啊 你看这个孩子那么可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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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想他就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让我安顿几天 等我出去找到工作 我就给钱你 不要着急 你慢慢住慢慢住 等到你一切安稳了 以后你再再走都不迟啊 嗯 好 好吧 我们有救了 妈妈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养活你啊 上车上车上车 小默 哎 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我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之前不是说叫我帮你找个好人家吗 现在找到了 那个人很好啊 安浩老师 绝对会对你好的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他同意了 他说你带过去就可以了 走走走 马上就带你过去 来来来 小默 哎呀 这个啊 这个叫爱妮哦 靠谱靠谱啊 靠谱 我觉得靠谱 你叫一下啊 爱妮 爱妮 哎呀 春牙 哎呀 在家里面干嘛 刚讲未知 刚讲未知啊 有一种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哎呀 你几十年了 谈恋爱吗 没有啊 哎呀 现在 我介绍个女人给你 不用谈恋爱 直接结婚 咚咚咚你看 救个女人 哎呀 身材还可以吧 可以 还可以哦 对呀 你呀 娶了她了以后 我婆有了 孩子有了 有了 是不是 那不是挺幸福的吗 有点道理 对呀 你看 她这个人啊 刚刚万一跟你说了 她叫小默 是很贤惠的 家里面 你娶了她以后 你只放心去外面 工作就行了 她肯定把家里面 保留把家里面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紧紧有条的 你呀 白天去外面干活 晚上回来 就能够吃上 热腾腾的晚饭 晚上被我 还闻哄哄的 哎呀 幸福吗 哎呀 幸福啊 对呀 想一眼就觉得幸福是吧 真的是 哎呀 大友啊 哎 你娶了她以后 不但我婆有了 孩子有了 钱也有了 钱也有了 对呀 她还带 带钱 再过来买 带可能就没带多少 关键事啊 你不知道啊 刚才录下 她已经跟我说了 她不要财力 那不要财力 你看 先娶个老婆 二三十万是吧 你不用出二三十万 就等于你 你省下来了 省下来就等于 赠到了 今年你又赠了二三十万 你上哪里找啊 真的 你看 这个算法算得挺不错的吧 一跟她结婚 领个证 老婆有了 孩子有了 钱也有了 发了 二牛你 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生活 真的 谢谢 哎呀 哎呀 怎么想 哎呀 这种好事 我说梦都想不到啊 哎呀 好像做白日梦 哎呀 不是白日梦是真的 哎 问问人家同不同意啊 先问一下 哎 小梦 这个就是二牛了 都说就他一个人 他同意 完全不同问题 现在他同意了 就看你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要他对我们好 我有一个安稳的家 其他的我都没问题 哎 你看你看 对了 人家同意啊 只要你对人家好 对孩子事如己出 人家就同意了 没问题 肯定对他好了 哎 原来就行 那就这样定了吧 你今晚就在这里 暂时住下来 明天就去领证了 你们两个 明天就先休息一点 休息一点 原来就带他去领证 想来顺便逛下街 给他买几个像样的衣服 嗯 好嘞 毕竟人家嫁过来不容易啊 对对人家好 是吧 好的好的 那就这样了 那你们先进去了 那谢谢你了 哎呀 说这种改天 找个黄了几日 直接把邻居都过来 喝上几杯 我也到时候我也过来 谢谢你 那就这样定了啊 那先进来 先进来 先进来 好好 你一起进来吧 哎呀我就不进去了 进来趟个鸡啊 对啊 你家还有鸡吧 有鸡吗 有鸡嘛 趟是老母鸡不不 好啊 记住啊 好的 那我就不进去了 好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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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搞这种了 留着给孩子买衣服 给给买奶粉 给小默买衣服 毕竟人家嫁过来都是不容易 哎呀 那太感谢你了 哎 行行行 看我先走了 哎 好的 慢走 哎呀 哎呀 小默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希望二牛能够好好带的 哎呀 小牛 二牛终于越脱单了 哎呀 走了 其实都要发现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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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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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这个人吗 谁认识他 你们今天我结婚 接新娘子回去拜堂 你们来这里找什么了 你可以不认识我 这两个你都不认识是不是 叫爸爸 爸爸 叫他给钱 给钱 我不是你的爸爸 知道吗 我跟你妈妈已经离了婚了 离婚了 你也是他们的爸爸 你离婚了 你责任可没离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 你有手有脚的 你干嘛不去工作 养孩子 你干嘛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现在还有手 但是我脚没了 我脚都动不了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抚养费呢 我为什么要给啊 那有什么事 等以后再说嘛 你结婚了 等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 我今天就必须要到钱 你你不给钱我 你就不用结婚你今天 怎么回事啊 你你只告诉我 你结个婚啊 没有告诉我 你还有两个小孩 哎呦我 跟他离了婚了 两个小孩也跟他 那我肯定是 没有小孩了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敢跟你 跟你说他有两个小孩 当初我跟他好好的 就是他嫌弃我 联系给他生了两个女儿 他要的是儿子 他要儿子来传宗接代 他不要女儿 什么年代的 你还有这种思想啊 什么这种 你看 你看我要儿子 传宗接代啊 是不是 那我也不能保抵 我一胎就给你 生个儿子出来啊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我不管你们 能不能生好的生女 反正今天你要给钱 我没钱干 你知道我结婚了 要买房又买车 还要给新娘子彩礼钱 以后还要跟他去度蜜月 哪有多余的钱给你啊 你在那里风花雪月 你有钱买车买房 还有钱给彩礼 你就没钱养你这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可是你的女儿 我跟你说 也别说我不改 这里三千块 拿着 告你几个月生活费了 你三千块 你就想打发我们啊 当初法院怎么说 我们离婚的时候 法院可说了 你一个小孩一千块钱 一个月就两千 我们两个现在离婚五年了 你到现在为止 你给过一分钱没有 你现在就拿三千块钱出来 就想打发完啊 哎呀那你现在已经拿半身了 你看不随了 你看你还想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几千块啊 可能都够你一两年的生活费 你不要开销太大 不要大鱼大药 清淡一点懂吗 行三千块钱 行我抚养费 我可以不要 这两个 我没办法养了 我现在脚我已经动不了了 这两个给回你啊 法院已经判给你了 你自己养 我带两个孩子 我怎么结婚啊 我管你 你带着两个小孩 你又结不了婚 那我现在连腿 我连动都动不了了 我就能养这两个了 那谁管你那么多 你当初自己选择的 那怪谁啊 是不是 哦 如果我不选择 你就让任留他们两个 自生自灭 是不是 赶紧先把人家的 这些抚养费先给啦 要不要这个婚怎么结 给了给了 看你给了 给了让他就结婚了 我把我连筋及时 我没有先给 没有钱给 你今天就不用结婚 我跟你说 先把我这些彩礼给你 这个是我们 以后我还有度命业的钱啊 也是你的彩礼钱啊 你现在还有心情动物业 你小孩都没在车啦 你这个心情怎么这么狠啊 没我都看不上去了 人家一个离后婚的女人 带来两个小孩 就脚要断了 人家有秘密吗 我告诉你 我但凡 我前那五年 我脚还能动 我还可以养 我能去工作 我能养 现在我但凡 我还有一点办法 我都不会来找你这个父亲哈 再说再怎么离 这个父亲的责任不能离啊 他子孙还是你的女儿 来 对啊 该给多少就给多少 这里只有十二万 十二万五年刚好够 那你剩下的呢 你剩下以后不用给了是不是 保验人家说了 你要把这两个养到十八岁了 哎呀 你要怎么养 以后我跟他结婚了 还会有小孩的 还要养我自己的小孩啊 是不是 这也是你的小孩啊 先把他们处理好啊 还有我 跟他结婚生多少个我不管 反正现在这两个就是你女儿 你要不要养吧 那你拿到钱 你赶紧走吧 我给给后给啊 行了吧 这一个是前面五年的 前面五年的 你给完了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我后面再给 每个月给一点 行了吧 我答应你就行了 你赶紧走了 你这五年音讯全无 我才不会再相信你这个鬼话 哎呀 你放心吧 毕竟他们啊 成一世夫妻 你连这点都不信仰我的话 我信仰你的话 一点都不可信了 我信仰一 我都不敢相信你的话 我要是再相信你的话 我们这娘杀就全部都喝西北风了 大舅哥 你说说好话 什么大舅哥啊 你这样你前妻的事情 你都不处理啊 我怎么能够放心让我们嫁给你呢 露个箱作为证据 好好处理一下吧 我也是 你 谈你露啊 你要不要给我 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 一点担当都没有 啊 行行行 露露露露露露 你这真的是的 除了说一日十一百日 还做得这么这样 这么觉得 还是说 别废话那么多 好好 一下 我每个月 打抚养费 到小莫的卡上 每个月 打两千块 转时 二十五号 改 还有直到把小孩 抚养长养 到十八岁 为止 得了吧 我告诉你 你最好 按照你现在说的去旅行你做负金的责任 否则的话我就拿着这个视频 我先告到法院 我再把它发到网上去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这个负金汉 你这人真的是赶紧 你这人真的是赶紧找的 哎呀 新娘子啊 告诉你啊 这种渣男 负金汉 你小心啊 你看我姐 就今天这个例子就在这里 我姐的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明天 你要小心啊 没论说 钱拿到了 录像录像也漏了 还想怎么样 他一块 小心点 走啊 经过你前期这么一闹啊 我才知道 原来你是个这么家 生而不养 负心啊 负资过 连自己的心脏骨肉都不要 还有个重男性女的思想 那我再过去给你 如果我生了个女儿 你是不是也要跟我离婚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是真心爱你的 是不是 爱爱爱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前期的沙场 说不定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真的想不到你这么家的人 你不愧做 我老公 不愧做 父亲 都不愧跟我结婚 你不愧做 我没服 哎呀 今天就完 我就不跟你结了 哎呀 亲爱的 对 没法结了 走 走 大牛哥 喂 走 你打工快你辈子吧 哎呀 走吧 没酒也没法喝了 我走了 哎呀 怎么这样子 好好的婚礼 被你这个前期这么一闹 狂了 那怎么怎么办啊 小林 毕竟你是半年 你也是我 同学是不是 那你不由 你嫁给我吧 是不是 我嫁给你 你配吗 生儿不养 父子过 也是一种罪过 没担任 没担当的男人 你配做我老公吗 有可能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我面前 你还想让我嫁给你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没有新娘子回去啊 丢脸啊 你也就在丢脸啊 那你知道丢脸你就不应该做老赖啊 不应该做个父亲汉 该把父亲的责任担当起来了 那现在你看怎么办 你就不能同意我 嫁给我 同意 你丢脸在那里 四周不受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现在新娘新娘子也没有 哎呀 都怪我啊 哎呀 做父亲啊 哎呀 又又有 做男家的当当的 不然真的打官官一辈子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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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你打脸啊 哎呀 妈妈 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哎呀 你在这里等着好新娘娘受养你了 妈妈走了妈妈没办法养你 哎呀 哎呀 不要哭啊 哎呀 等着好新娘 妈妈救你啊 不要怪妈妈 哎呀 哎呀 妈妈妈妈你 干嘛 干嘛你 哎 上来 上来 上来呀 你干什么啊 干嘛呢 你啊 哎呀 有什么事 没想不开啊 有什么委屈啊 你 哎呀 妈妈妈也舍不得的啊 哎呀 但是妈妈没有办法 干嘛呢 你啊 谁跟你跟你搬我养 要孩子帮我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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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这样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 哎呀 我跟前夫离婚了 回娘家 娘家又不接受我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哎呀 那也不能寻短见啊 哎呀 你看你那么 还那么年轻 哎 未来还长着呢 以后 还日子的还 长着呢 你实在都走投无论了 三大一分钱都没有 哎 别这样了 哎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为孩子想想啊 哎 行短见 你对了几孩子吗 那孩子怎么怎么办 有想过他吗 我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养活他 那刚刚你说什么 娘家也不要你啊 娘家都不要我了 他们说我当初不听话 非要交那么远 哎 太可怜了 所以我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活了 你干嘛要救我呢 哎呀 我要休开 要不这样了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房子大着呢 哎 有几间房子 你可以 我可以可以给一间给你住 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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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收钱 是不是骗人啊 我骗你呢 我不会骗你的 哎 我就是住在隔壁村 我今天我拉了一个客人来你们村啊 你是这个村的吧 不要这样了 又说了 要为孩子想想啊 你看这个孩子那么可爱 好心仍然就信谢你了 没事没事 你让我安顿几天等我出去找到工作我就给钱你 不要着急你慢慢住慢慢住 等到你一切安稳了以后你再再走都不迟啊 好好好 宝宝 我们有救了 妈妈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养活你啊 上去上去上去 没事没事 没事 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好了 那那那那行 那你不嫌弃了吧 那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啊 好 谢谢你啊 来 先进进 小默 哎 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我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之前不是说叫我帮你找个好人家吗 现在找到了 那个人很好啊 年轻帅气又有钱 这韩桃老师 绝对会对你好的 哎呀 因为你大哥你都说了人家 年轻帅气又有钱 哪里会看得上我这种又老又丑 还戴着个拖油瓶的 哎呀 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他同意了 他说你带过去就可以了 走走走 马上就带你过去 算了吧 玉米大哥 我现在不考虑 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 不想考虑啊 是啊 哎呀 不想考虑 那你要叫我帮你找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 我原本想的 这孩子还太小 想给他找 找一个完整的家嘛 但是现在 我又怕等下去了 人家又 嫌弃我们到时候 又没有地方可去了 都说了 人家不会嫌弃的 哎 算了 既然这样 你看玉米大哥 你看你 你也有三十好几的吧 四十吧 就是嘛 你看你四十你都还没有个老婆 你还帮人家 你还帮我操心那么多干什么 哎呀 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呀 你看我家那么破啦 我又去拉客又挣不了几块钱 哪个会看得上我啊 我就是跟你住了这段时间 我对你这个为人都很了解了 虽然说家里条件是差了一点 但是你为人也老实忠厚又又肯干 好日子肯定不久就会来到的 所以你看既然你都想把我撵出去了 要不干脆你也没有老婆 我现在也离婚了 不然我们两个就搭伙过日子算了 你什么 搭伙过日子啊 是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 我还是听不明白 哎呀 有什么听不明白的 你没娶我 我又已经离婚了 这还不明白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嫁给你啊 你看你这个人心肠又那么好 又那么勤劳肯干 是不是 但是我没钱啊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哎呀 你放心啦 这个 我跟你住这段时间 我是发现了你这个人呢 不是说没钱 而是你不懂得勤俭职家的 你放心以后你出去工作赚钱 我来帮你管着这个家 到时候我们的日子肯定会过好起来的 真的 真的啊 是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娘俩 但是 我不嫌弃不嫌弃 其实说真的 我跟你相处那么长时间 我也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你看 我们相处这段时间里面 我白天去拉摩迪 晚上我就能够吃上药腾腾的晚饭 其实我也不忙跟你说 跟你在一起交代时光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哎呀 晚上就回来就能够吃上药腾腾的晚饭 哎呀 那就幸福啊 你看家里始终还是要有个女主人的是不是 外面的女人怎么样你也不知道 我们两个都住了那么长时间了 如果我又走又走了的话 你看左邻右舍怎么看你怎么看我们是不是 你真的不嫌弃我 我不嫌弃你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一定要对我女儿好 对她视如己出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每天晚上回来 我都抱抱她早上出去干活 我要抱抱她我才出去 哎 我记得我挺喜欢这个小女孩的 哎 那就行了 那就 那你真的不嫌弃啊 我不嫌弃啊 我现在只要求有一个安稳的家就行了 哎呀 没想到 哎呀 我以为我会打光光一辈子了 没想到哎呀 我 我有老婆了 孩子也有了 哎呀 哎呀 我 我脱胆了 哎呀 我都爸爸了 哎呀 哎呀 alid иса 爸爸叔 爸爸 哎呀 孩子 我的孩子 哎呀 走 专吉 我带你去 买几件先样的衣服 改天我们就去领粮 请街坊邻居过来 吃一尝 行行 清喝清喝 走走走 走走走 快点 叫新郎关山长 干什么 干什么叫新郎关山长 真的是 不知道危险 你真的是 没看到我们今天结婚吗 我们老板结婚了 就是找你们老板 我管的是结婚还是 婚礼还是葬礼 我才不管 就叫他下车 赶紧 你们三个女人 不要不识抬举 我跟你说 现在是新郎不识抬举 你赶紧叫他下车 你叫他过来 看看他 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老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不要问他废话 开玩笑 你们就要看见他 我跟你说 走开 轮动 干什么 闭真的是 干什么你们 不笑子来了 哎呦 还是这样一副 趾高俱阳的样子 你大姐我都不认识了 是不是 谁认识了 你们是谁啊 我是阿迈 你不认识了吗 小弟把他们吃开 我不认识他吗 连老板你都不认 行 我们几姐妹 你不认也就算了 这个你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 把他们打扮了 加工资 加五千 我看你真的是 良心被狗吃 良心被狗吃的 不要打我老板跟你说 我告诉你 再多管闲事 连你一块打 不要小看我女人 狗更吸引你 真的是你啊 我不想打女人 我跟你说 你们三个 乖乖的给我抽开 你走开 不管你的事 不要 你过来 你仔细看看 你这个人 你都不认识了 是不是 不认识 有了几个 凑钱了 你就不认识了 我什么身份 大老板来的 跟你们乡下人 有啥关系啊 我告诉你 你再是天王老子的身份 你也是有跟出来的 我跟你说 我今天是回来拜祖宗 跟你们压个不认识 我今天结婚 你们赶紧让他 祖宗在这里 什么祖宗在这里 一个死老头在这里 你帮我回事 这是他老爸 你老爸呀 不是 不是说你没有老爸吗 他这样跟你说 是不是 是啊 难怪 你看 老爸辛辛苦苦 为什么生我们三个 生了一串 女儿才得你一个儿子 对你百般很爱啊 从小 吃的穿的喝的用的 哪一个不是 人生优先你的啊 你们不要在这里 乱认亲戚好不好 老爸 乱认亲戚 大老板 可能想要钱 是吧 拿钱打货的吗 大老板 你那点钱 我们还真就看不上 老爸真的是伤了个白眼狼 白白狼 那么疼爱你 再说 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这点钱 没有我们几姐妹 没有老爸 你能赚到这点钱 哪钱走呀 哪里的钱 这点钱 你这点钱 你这点钱 你想干什么啊 真的 我打 那么没数值啊 没事没事 跟他们这种乡下人 这个那么多钱没有 别给他们了 他们这种乡下人 跟他们讲 讲不同的 他们根本就没文化 很可怕的 懂吗 我打电话 叫村长出来 村长得高望重 叫他们把他们支开 你倒是有文化了 你那些文化都是我们 给你的 供出来 村长啊 你现在出来一下 我今天在参加路口 被上个乡下卖 拦我的路 我今天回来拜祖宗 结婚了 你赶紧出来村长 快点啊 村长马上出来了 一口一个乡下卖 一口一个乡下卖 你不是农村出来的吗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的 你知道吗 你在城市里面 吃土长大的是不是 没有老爸养你 你能长大 没有我们几姐妹出去打工 能疯得了你上大学 上研究生 哎呀一看我跟你们 就讲得不像 你还说你是我们的姐妹 干嘛呢 你们一家园在这里干嘛 喂村长 他们几个来这里 让我露 我今天回来拜祖宗啊 他们乱用亲戚啊 他说不认识我们 哎呀小姐你怎么能够这样啊 你老爸 你这个几个大姐小妹啊 你怎么能够这样啊 不是一家园吗 干嘛呢 村长 这种亲戚我实在不想用 你拿点钱把他们支开 什么亲戚啊 是你自家园什么亲戚啊 你真的是 亲大姐的 我要你这种人真的是 你还有人回来拜什么祖宗啊 做一把脚替老爸打 做一把脚要替老爸打 哎 你真的 不不不不 干嘛 为什么 干嘛 干嘛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哎呀 就 你还说 我一种 你一定要打起行李 就是了 你还动手啊 打得好 真的是一老爸都不养的人 你还是人吗 快点还是受过高点教育的人 你连是被狗吃了吗 哎 亲爱的 实在 我老爸这样子 而且他们 我实在不想跟他们 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管再怎么样 他也是你的父亲啊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还不行啊 关系是不是 以前老爸那么宠美 我们三个早就出去打工了 就为了 养你啊 冲你去上大学 要说我工作你上大学 然后上完大学你 还要上研究生 现在出了头了哦 老爸反而不认了你 现在老爸老了 就不想认了是不是 你也会养老了一点 有话好好说 真的是你叫总阳 哎小杰啊 不要老是杀我们老板 哎 真的是 我告诉你 你跟了这种老板 物中不孝 你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他给我工资啊啊 高工资你给吗 给你两个臭钱 你就觉得他是大好人了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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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是我说的啊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养父母了 养父母是很应该的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你老爸呢 你老爸那么老了啊 你几个姐什么又出嫁了 哎 你老爸啊 都是接往里面去帮养啊 一个养一个啊 几个月 一个养一年 把他养养养了 先不然的话 现在早就挂了 现在你几个大姐 实在看不过眼了 就为了能留抚养 那你回来了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呢 哎呀你拿着钱钱 帮我 把我老爸送去 养老一样 不是我不养 还不清晰 你看啊你老爸 看你干嘛 你干嘛 为什么 不是 不是 你叫个人 干什么 不要压到老爸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认还是不认这个老爸 认不认 认不认 人家都说 人家都说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真的是 你呀 养个费儿子现在 你认不认 认吧 毕竟他也是老爸 你认不认 我就问你最后一次 你身上流的 流久了是他的血 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他也是给你的 你生命没有他 你能有今天吗 他供你吃供你穿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认的话 你的生意也做不长久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愿意跟你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做生意 我问你 认还是不认 他问他要不要解 解解解 我一样亲爱的 我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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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老爸说声对不起先 继续不回来一次 老爸 这么多年对不起啊 都没有回来看你 真的是 老爸以后我会抚养你的好吧 老爸不要怪我 老爸 不是大姐说你啊 人家俗话说的好 树欲子而风不动 子欲养而亲不带 我们现在老妈早就走了 要是没有我们姐妹几个 能有你今天吗 没有老爸 你能有今天吗 现在老爸还在 你还有一声老爸可以叫 你还是一个有爸的孩子 如果老爸走了 我们几个都成了没弟没娘的孩子了 我知道大姐教训的是 大姐说的是 那赶紧 把老爸赶紧把老爸带回去 对对对对 去医院看一下吧 好几下吧 老爸上车 去医院看一下 去医院看一下 慢点 我把医院推开去 慢点 慢点 慢点